非常传统的一个板块 就是我们要到社区里呢 跟大家来比拼一下奥运的知识 这一次呢 我们来到的是西兆寺社区 看看大家的表现 比约奥运会如今赛程过半 精彩瞬间不断 观众们收看奥运赛事的热情 也非常高 这部记者就来到了 位于东城区西兆寺社区的 一家武道馆 这里面的小学员 个个都是奥运迷 观众们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到目前威胁 我们国家 中国拿到金牌数量 拿到了多少 记者采访的当天早上 马龙取得了本季奥运会中 南拼冠军 这也是我国在本季奥运会上 获得的第11菜金牌 刚才小学员们 一口同声的回答 全部正确 这要说到奥运兴趣的培养 就得问问他们的教练了 我们在外面集训的时候 然后一起在外面酒店的时候 会看一下奥运的比赛 这些小朋友本身都很热爱体育运动 然后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是 喜欢空手道 也能喜欢一些 跟接触一些别的运动项目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带来的更多的都是活力阳光 一些很正面 积极的 更有自信的一些信念 说起观众的项目 有喜欢足球的 有喜欢射击的 也有喜欢游泳的 可谓五花八门 就要当天也准备了三个小问题 瞧瞧这些小朋友们 谁打得最好呢 那知道第一块金牌是产生于哪吗 哪个项目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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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手箱 戏手箱 知道第二块吗 第二块是 跳水吧 跳水 跳水 是什么 是跳水 是跳水确定吗 确定 三名 一层三名 三名 在历江文会上 哪届奥运会上 我们获得的金牌数量最多吗 明白 一块 三个问题问完 说有机会获得栏目送出的礼物呢 咱还得让演播室里的嘉宾老师选选 不过在记者采访的最后 小学员们也用自己的方式 给奥运中国健儿 加个油 奥运中国育 加油 大家的回答都很棒 接下来我们请金老师来逐一的公布一下答案 第一个问题非常简单 中国奥运选手零的突破的金牌是哪一个 是徐海峰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对 但是紧接着第二个地平板